Toco早餐 Toco's VIP 好好 8点22分42秒 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有一个电影的这个脚本 就是2016年的台湾的总统选举的版本 你看我说 王金平配朱立伦 吴敦毅配郝龙斌 然后呢 蓝营就分裂 然后绿营就是蔡英文配 赖清德 然后行政院长是谢长廷 这样的这个2016版本不错吗 不错不错 好啦 这是电影剧本呢 这个电影很重要 今天的资深影评人麦若鱼 这个若鱼在现场 若鱼早 可可姐早 听众朋友大家早 哇 最近因为政争一个多月了 我们好久没谈电影了 对 我经常看到你出现访问总统啊 政争吗 对 高层人士 政治吗 你才是高层人士 你是我们最受欢迎的这个来宾 好 这个若鱼 来 我们来今天好好谈金马奖 因为金马奖 其实以前也是政治嘛 我真的是到最近才知道 原来金马奖就是从什么金门马祖这个来的 是是是 当然 好好笑 对 其实电影里面也是很political的 你不要讲金马奖 砍城 任何一个影展 任何一个影展 其实任何的领域 它都有它political政治的一面 对 当然这个更政治是中人之事嘛 对 政治里面有权利 有利益 是是 就有关 而且影剧圈的人不比政治人物 绝对 如果要 如果要讲什么斗争啦 什么这些 那里面也是花样百出的 你以后可以找找影剧圈里的马英九 影剧圈里的王金平啊 这挺好玩的 那邻居天里的那个马英九不就李安吗 我讲的是人 是是是 他们的气质 他们的气质 他们的外形 他们的老婆的另一半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好 那李安今年这个参与金马奖 会不会让今年的金马奖 这个比较有看头 去年金马奖 应该是在宜兰那个文化重新举行 不是都是木头做的 还有那个影响也不好 下雨对不对 那今年呢 今年会怎样 我觉得今年 因为金马武师啊 其实金马奖这几年来已经被批评 就是因为台湾电影 虽然这2008之后 它的票房是文艺复兴的 但是它的内涵上来讲 相对于中港电影 它还是弱的 所以在每年这个 因为每年平常在看电影的季节 大家感受不到这个 因为我们其实像今年总部 是电影票房这么好 在电影的演的时候 大家是 民粹 是台湾热 是捧电影 是热爱台湾电影 观众 然后舆论 媒体都是一味的捧的 它比较会少把缺点讲出来 那这些缺点在每年的金马奖 它就被放大镜照出来了 因为在年终检讨的时候 一发觉 因为平常你台湾不演 中国大陆电影 也不演香港电影 很少观众也不知道 那观众也不看 他只看台湾电影 等到了金马奖一开始出现了 那大家来看金马奖 为什么得奖都是这些 我没有听过的 或这些中党电影 他又开始不行了 那为什么不是我们之前 看台湾电影呢 所以这就是每年 这就是会出现这种状况 那今年这种状况 因为是由李安导演 作为金马奖的评审团主席 那大家知道李安导演 他是一个从台湾的电影养分 茁壮成长的一个导演 后来到了好莱坞 到了国际 去发光发热 变成一个国际级大导演 所以当他今年回来 做金马奖评团主席的时候 大家就会对导 这个位置有一个期许 但是我还是必须说 因为你这个导 评审是一个位置 可是他评的电影 还是本职 还是台湾电影 那个台湾电影 在今年是没有变的 他跟去年跟前年 他没有多大的改变 除了今年有一个电影 就是因为今年还好 我们的入围名单里面 我们有我们的所谓 我们的大师蔡明亮导演 他的交友 入围了很重要的奖项 他保住了 在五个名额里面的一席之地 否则这五个名额里面的 大师还是 当然还是香港的王家卫 香港的杜琪峰 大陆的贾张科 当然还有一个新加坡的一匹黑马 是 一个华语电影 那当然这个里面 蔡明亮导演在里面 他是大师级的 因为蔡明亮导演 在所有的这五个导演里面 他是得过国际影展最高荣誉 金石奖 最佳影片的导演 那其他的导演 那像王家卫 像杜琪峰 他在这个部分都还 逊蔡明亮一筹 所以那今年的这个影片 跟导演既然有蔡明亮 保住了 稳住了台湾的一席之地 那我觉得就要看 当然因为 这也是金马奖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今年的五部电影里面 两观众看过的 只有一代宗师 只有独占 那另外三部电影 包括了蔡明亮的郊游 包括了贾档科的天注定 包括了新加坡的电影 爸妈不在家 观众是没有看过的 不只观众没看过 我也没看过 是哦 对 所以就是说 这是金马奖 我们一直讨论以来 他跟观众是有脱节的部分 就是很多观众是外行看热闹 因为这些电影 台湾没有演过 在金马奖颁奖典礼之前 这些电影是不会演的 所以你观众要怎么去看 是物理看花的 那我问你 中破塞托这本 好像输得还蛮惨的 不是吗 那这个 很多人是抱不平之名 那连那个陈运勋 都还讲了那么重的话 虽然我自己认为 中破塞娱乐性高 可是你说电影价值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李安呢 做这个评论团主席 他可以压住阵脚吗 我又要正式一点了 我们要进广告了 李安可以比较大势大费吗 被大家接受吗 李安出马 金马奖不会被骂吗 不会像去年那样子吗 甚至于像有立法委员 还说金马奖 干脆不要了 对不对 马上回来了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时间是8点33分13秒 我是周玉珂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Coco早餐节目 今天呢 我们要谈的是金马奖 事实上今年是金马五十 那政治意味非常难后 对不对 金马五十呢 请到的竟然还是 马英九总统的好朋友 李安 刚刚我们提到了 这个影剧界 这个全世界知名的李安先生 他的人格特质 跟马总统蛮像的 可是我觉得他比马英九总统 其实商业能力高 行销能力高 一定 他在好莱坞是 这么有票房价值的导演 对 他的市场 他的眼光一定是很强的 一个少年拍多少钱 那么多钱 几十亿钱的一个电影 可以管理的那么好 对不对 所以李安今年 做评审团的主席 那金马奖 金马五十 若宇认为 主要有点小小的政治 所以几个大奖 恐怕会让台湾人 台湾得不见得是台湾人 我觉得今年 因为刚好 还好有蔡明亮导演 有一部郊游的作品 否则如果你今天没有的话 你台湾 今年我们讲 如果没有郊游 你台湾电影还是没办法 那刚刚好 命中注定了 那刚好蔡明亮这个电影 在五十周年 在报名了金马奖了 那我为什么讲蔡明亮 其实这电影还没看过 就入围了有五个导演 其中有一个蔡明亮 但他不是台湾人 导演还有另外一个 周梦宏 蔡明亮算台湾人 他虽然是马来西亚籍 他是台湾人 那台湾导演占了两席 那当然周梦宏相对 其他的这个王家卫 杜琪峰 或者是这个贾张克来讲 他相对是比较后面的 但是蔡明亮 就是有竞争的能力了 因为蔡明亮 是国际大师级的导演 因为他的电影 在威尼斯得过最佳影片 金石奖 那今年交友又是 威尼斯的评论坛大奖 因为评论坛大奖 等于是影展的第二奖 就是No.2 就第二奖 就他是很大的奖 那这种大奖 放在金马奖里面来讲 他是大师级的人物 那当然加上金马五十 我刚讲了 因为他不可能 再像去年一样 中港囊括大奖 台湾没有展获 尤其在五十年 刚刚柯伯姐讲得非常好 因为他是跟政治意味 有点有点有点 一定会有政治的感觉 加上我刚讲 评论坛主席是李安导演 那李安导演是一个 从台湾的养分孕育成长茁壮的 即使他的观点是非常的好 他已经是可以跟好莱坞一样的 有美国全商业的观点 但是我相信当李安 他坐上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会去关注到 台湾的这种所谓 蔡明亮导演这种所谓 在国际影坛 它是一个很艺术的 unique 很独特的一个作品 这种艺术作品 它其实就像我们去看画展一样 它是一个可能是你 可能是有的人看不懂的抽象画 但他在国际的艺术展上 他就占有一席之地 他是非常unique的 因为这个导演 他从第一部电影到现在 他从没有改变他的风格的 你说他不会 他不会去 你可以这样讲 他不会去媚俗拍商业电影的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说 蔡明亮导演 你到底会不会拍商业电影 他应该是会拍 你会不会拍很通俗的电影 他应该是会拍 他从来没有拍过 他的电影只有一种 就是蔡明亮的电影 对对对 就这个导演 他坚持他自己的电影美学 坚持他电影 自己的电影语言 他的电影就像一幅画 如果放在博物馆里面 这个画是很多人看不懂 他也要坚持 他就画这种画 那这个在世界电影影坛 是很少有人会这样 他是一种大师的 一种坚持 那这种东西 在之前的金马奖 并没有讨好 因为蔡明亮导演 在过往的金马奖 他是被争议的 他是没有得大奖的 他甚至是拒绝参赛的 因为他觉得 评审你看不懂我的东西 所以我更不来报名金马奖 所以我退出 所以我拒绝参赛 好那到了50年 这50周年 蔡明亮回来了 回归了 而且回归 他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回归 因为他在国际又得了大奖了 那这个时候 就是考验你评审 跟我创作者本身的观念了 那这个时候观众 在这个50年 在这个蔡明亮的 这个电影的作品的观点上 观众是被抛在外面的 因为观众第一个 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那第二个 蔡明亮导演 他已经讲了我这个电影是不进戏院的 他现在讲以后不知道 他目前 so far 他讲我交友是不上戏院的 因为戏院 我上去 我不要这种200万的票房 让你拿我去跟总部师比 那他赚什么钱呢 他不要 他不要赚钱 他也不要 他在国际是有卖铺的 他在台湾 他只要在美术馆放映 所以我刚讲了这个 当评审团跟蔡明亮在对话的时候 观众是进不来的 观众是跟这个对话是没有关联的 这也就是我们金马奖的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氛围 我们刚讲美国的奥斯卡 或中国大陆经济百花 香港电影经常讲 观众是可以参与的 所以参与就是 他不能投票 但观众是可以评头论足的 观众是可以 奥斯卡的观众 那每部电影他大概都看过 都必须公开演出过吗 一定要公开放映过 他不是一个没有放映过的电影 因为我们金马奖好奇怪 对 所以我们金马奖 因为长期以来 我们的中港电影观众是没有看过的 所以这位是像神探亨特张 这些观众是没有讨论的空间的 因为他没看过这部电影 所以好跟不好 他都他只是看热闹 所以我们金马奖 一直是一个外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是不是看门道呢 也不全然的事情 像我刚讲了 很多的很多大 像客户姐一开始预告的时候说 其实很多电影没有来报名 像去年最棒的一个电影 万箭穿星 不过客户姐 如果你看网路那是不准的 如果你去看网路 万箭穿星 它是一个国语配音版本 你讲那湖北话的那个电影 对那是一个武汉话 国语不行完全不对 所以他没有报名 没有报名女主角 他就没有 他如果否则他报名 他女主角是很强的 那很多大陆电影 他像我们华语传媒大奖 最佳影片 边境风云 他也没有来报名 所以内行人是不是看门道也不全然 但是外行人绝对是看热闹 因为他没有看过这些电影 就包括刚刚讲 今年三部电影 我也还没看过 天助电影还没看过 我要等到金马入围影展 我去看 包括新加坡的爸妈不在家 这部是很黑马的电影 新加坡以前有入围过吗 有 新加坡电影在前几年 它有一年非常强 包括了我在政府部门的日子 还有881 这两部电影大量入围 那一年是看到了新加坡的电影是 哇 比我们台湾电影还强的一年 那新加坡电影那一年之后又弱了 可是今年这部电影千万不要小叙 爸妈不在家 他得到了今年坎城金摄影机奖 我跟你讲 历来得坎城金摄影机奖 是什么奖呢 就是坎城影展会在所有的单元里面 包括竞赛导演双周 所有单元里面 他会挑出一部处女作 这个处女作会让坎城眼睛为之一亮的 他会颁给金摄影机奖 今年金摄影机奖 讲落在新加坡的爸妈不在家 也就是说不得了 在全世界几千部来报名坎城的电影 他看中了新加坡电影爸妈不在家 这个新导演 表示他对新加坡的电影工业 对你的这个电影的这个论述的方法 表达方法是非常让坎城眼睛一亮的 通常这种电影都是 所谓一亮就是 全世界已经拍过上百近百年电影了 你还能让我坎城眼睛一亮 那是非常不简单的 所以这个坎城的金摄影机奖 金摄影机奖 金摄影机奖 就是这一次入围的最佳导演的这部电影 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入围了很多项 对新加坡电影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今年很可能 你得按做主席 然后金马武士 那蔡明亮 我们来评 就是说预估 蔡明亮得到最佳导演的机会是蛮高的 或最佳影片 最佳影片 因为我们这样子 因为我们必须用三处法 因为其实这里面王家卫一代宗师 那不是很优的电影吗 很优 技术层面都非常优 演员也很优 但作为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因为王家卫已经得过大奖了 对 大奖 那这个电影坦白讲 它就是一个维持王家卫一贯的水准 因为王家卫在花样年华 那时候已经到巅峰了 没有突破 我们不要讲没有突破 因为我不赞成这种所谓的有没有突破 因为每个导演每一年作品是不一样的 只是这个电影一代宗师 它摆在今年的这个名单里面 一代宗师是一个全面性很强的电影 但他如果没有拿到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也不为过 因为他男主角没有入围吗 有入围 女主角入围 但他最强的是女主角张子怡 梁朝伟还不如女主角强 梁朝伟还不一定会得奖 一代宗师 所以一代宗师这个电影 它其实全面性的强 但是会得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也不尽然 所以他入围的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男主角 女主角 还有很多技术性奖项 所以一代宗师很强 很强 但他不一定会得大奖 因为这个电影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阐述夜问 跟龚二感情的一部艺术片 就这样子 好像很王家卫 对 也很有水准 我觉得我只能说 他跟金马奖的金马五十的政治 不太符合 那我问你要张子怡 是演那个 龚二 他以前也是李安的旗下的艺人 那如果张子怡这一次 最佳女主角得奖 会不会被人家认为 那一局 不离轻 李安会不会被骂呀 不会 因为今年女主角提名的名单 非常 我觉得是最里面 最弱的一个名单 因为今年女主角 都不好吗 不是 只有张子怡跟郑秀文是好的 张子怡的一代宗师 跟郑秀文的盲探 其他三个我觉得都是陪榜的 包括书奇的西游 降魔片 周星驰那个贺岁片 OK啦 那没什么大眼睛 对包括 那甚至包括一个 我觉得香港的狂舞派 我看过 那就是一个跳舞片 我不觉得这个女主角 赵袁卓琳 她是新人 因为我觉得很多女演员 没有进来 包括谁呢 包括你看过的 北京玉上西雅图的汤维 对啊 她们没报名 报名了 没有入围 没有被入围 北京玉上西雅图有报名 有报名 没有入围 那包括了这个 我刚讲万念川新的 严炳宴 她是没有报名 她因为她晚了两天报名 就不符规则了 那包括了这个严炳宴 包括汤维 还包括 甚至包括至今春的杨子山 我都觉得不错 对 都比这几个强 但是当时里面 还有桂伦美的圣诞玫瑰 这相对我觉得都是 因为桂伦美我觉得她 圣诞玫瑰 我觉得导演杨采尼 不负责任 因为她给了观众 两个版本选择 就是你必须看 国语配音版 或广东原音版 但是你看其中一个版本 你一半的演员声音 你就被牺牲掉 因为她的演员是 一半一半的 一半自己 因为她全部的自己的声音 她一半人讲国语 一半人讲广东话 但她给我们的版本 不是两种语言 mix在一起 它是配音的一种 所以像我看的是广东版本 我听到的桂伦美的声音 是配音的 那如果我看国语版本 我听到桂伦美是原音 可是我相对 我看郭富城 他们这些叫配音了 我觉得这是个导演 不负责任的做法 声音表演其实很重要 是是 她没有统合这个声音表演 那你说这一次 这个像汤薇 没有跟张子怡 抢绷在一起 也让金马奖不好玩 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入围的时候 这么笨笨 所以你说 如果汤薇跟张子怡 都是李安的爱徒 因为一个色界 你主角 一个一代宗师 对 我觉得这个金马奖 会比较有火花 所以这就说 这就说我们金马奖的评审 他也是一个小 因为他是评审团制度 他是每一年的 口味都不一样 像柯伦姐刚讲非常棒 汤薇跟张子怡坐在一起 都是李安的爱徒 这个画面就出来了 这种事情就不会 这金马奖就讲他笨 就因为这评审 他没有这种反应 因为他评审 是不做这种想法的 这种东西 如果你放到奥斯卡 一定会发生 就可能了 因为奥斯卡都是业界投票 对 业界的人 那些演员 他们演员投演员 他们就会来看 哇今年我就来看 怎么样玩这些游戏 非常知道亮点 对 好嘛 是不是50年了 一个金马奖 不会好好设计剧本 好好设计梗 那等一会我们来看 最佳影片 最佳女主角 还有最佳导演 刚才若宇已经分析了 差不多了一个方向 那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最佳男主角 对不对 对对对 王宇大哥 断背刀 你们这些小孩都没看过 断背刀的时候 你们还没出生呢 我讲的是对面 独背刀 独背刀 是邵辰跟陈敏 大概还没 都没看过 他们都是二四 对 独背刀 郑佩佩 郑佩 看独背刀的时候 我还是小孩 我们都学生 那个时候 王宇大哥是我的偶像 帅 现在他 而且他这个人 很精彩啊 王宇大哥 人生也有趣啊 是 马上回来 我们来看看 今年入围 最佳男主角的王宇 他以前得过金马奖吗 完全没有 真的吗 他的演技 是没有被认定过的 哎呦 那是他最大遗憾 不晓得今年 可不可以得偿宿愿了 对不对 马上回来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可口早餐节目 8点48分41秒 好 我们这个观众朋友 这个在看金马奖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都是跟着金马奖一起长大的 金马奖50年了 对不对 那现在的不管是年轻的 或是年长的 你就算现在80岁 你也是跟着这个金马奖一起长大 那所以今年的金马奖特别受注意 是金马50 而且呢 李安先生还要这个波容回来 人家多忙啊 做主席团 评审主席团的主席 那刚才提到了 这个最佳导演 蔡明亮 是算台湾的亮点 另外还有一位 钟孟宏 钟孟宏 那诗魂也是一部不错的电影 艺术片不错 但是要得奖 我看比较难一点 对 还是焦点在蔡明亮的身上 所以若亦是比较大胆的预期 这个蔡明亮可以 让台湾人这个冲破去年金马奖的抑郁 可是刚刚讲的最佳女主角 我跟人家说 诶 汤唯的那个北京印象西亚图 人家有报名哦 对 汤唯是什么样的演员啊 所以我说 我们金马奖 他这个评论团制度呢 就没有让一个演员 在我们的奖里面 有一个一脉传承的观点 所谓的观点就是 如果这个女演员 你在奥斯卡的话 她是个好演员 她每一年每一年 每隔一两年就会入围 不管女主角女配角 她就不断出现 就这个年代 她就是好演员 汤唯是我们色界 当时金马奖最佳新人 是李安一首发掘出来的演员 对哦 那这个演员 她在这几年的表现 前两年她的这个 越满轩尼斯 是个非常好的港片 对 也没有受到注意关注 好了 今年北京印象西亚图 演得这么好 我看金马奖名单 这个电影里面完全 就好像是全军覆没吧 应该是 完全没有的 因为北京两个字 被他们感到害怕吗 我不知道 但是以汤唯的表演 她绝对在 女主角入位名单里面来讲 她绝对赢过其中很多人 因为你要让金马奖受到注意 恐怕一个汤唯跟张子怡 坐在一起 如果现在这两个人都入围 新闻上一定在讲 张子怡跟汤唯 对不对 都是李安的爱徒 耶 最重要是 而且当时还有讲过说 因为张子怡不演色界 才找了汤唯 对 然后汤唯的演出 在色界的演出还被 你看她被大陆 禁了多久 然后她自己到英国去念书 自己怎么样突破重围 去跟韩国人合作 演一个监狱的 对 晚秋 非常棒的 一个大概被放假的 假式的一个女生 那个演的真的不错 对 因为汤唯常常素演演出 是 所以我说你汤唯这样 张子也不是弱啦 对 所以我说你汤唯 被金马奖发掘出来的演员 因为色界是我们金马奖 第一个发掘她的 对 那但是她后来的表现 在你金马奖里面 没有一个传承 没有一个一脉的脉络 可以依循嘛 对 这就很可惜的 因为同时入围的 其他的女演员 恐怕是有点 相比的话 汤唯不会比她们差吗 不会 你苏奇跟贵伦美 或者颜卓林 那根本不行啊 我觉得 贵伦美不是去年 得了最佳影后了吗 对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脉络 贵伦美就看得出来了 贵伦美她每一年 要扶植她 她就是会看得出来 我们台湾人 毕竟你金马奖是台湾的奖嘛 虽然我们 我觉得入围名单里面 在某种程度来讲 已经有一点保护的色彩了 其实奥斯卡 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可是奥斯卡就是美国嘛 她没有什么 她就是没有什么 讲话好讲话 全是美国的 你现在要分中港台三个地方的 你要扶植谁 你要保护谁 对啊 那希望李安可以 跨越这个番离 不过这个入围的名单里面呢 如果是有汤伟 张子怡 两个人去强奔 那才实在精彩极乐 可惜了 好这个 最佳男主角呢 我刚刚提到了这个 王宇大哥 竟然从来没有得过金马奖 对 他一定闷死了 那王宇大哥 其实也是因为 刚好演了 今年演的诗魂 这周末红短的诗魂 把王宇大哥找出来 演一个这个 演一个父亲的角色 那当然这个表演 你在他中风之后的表演 这个中风影响了 他的一个讲话跟行为 可是也让这个角色 有了另外一种感觉 我必须讲 在今年男主角 入围名单里面 这里面 如果要就我们 传统的看表演 这里面最强的是 独占的梁家辉 不是 就是这个 韩战的梁家辉 然后 这个一代宗 一代宗师的这个 梁朝伟 那他 我觉得他跟梁家辉是 是在伯仲 那可是梁家辉更强 在韩战 激战的张家辉 我觉得相对是 已经是弱的 因为这个 这个讲 这个男主角 他得过金马影帝了 但是这一次激战 我觉得相对弱 那另外有两个 台湾的名额 一个是诗魂的王宇 一个是 蔡明亮的御用男演员 交友的李康生 好 我觉得今年 男主角影帝奖 很可能会 很可能会 讲弱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讲 张家辉 我觉得弱 梁朝伟一代宗师 没有张子怡这么强 他不得讲 没有问题 那这个梁家辉 韩战很强 但是是一个商业片 不得讲 大家也不会讲话 两部台湾的 偏向艺术的艺术片 一个是王宇大哥的诗魂 一个是蔡明亮的李康生 李康生从来没有 得过金马奖 也很少入围过男主角 那王宇大哥 刚刚柯柯姐讲了 他的资历 在这个里面 演员来讲 他是前辈 他中风了 他现在七十几岁了 他来角逐金马影帝 金马影帝 搬给他 全场会起立鼓掌 对 其实基本上 他在某种程度上 他是电影资深人 这个这样的一个资深 然后中间 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演出 然后再回来演出 而且是自己的肢体 经过一次 生病的挑战之后 其实他在精神上 都还蛮值得 这个大家来 这个鼓掌的 对不对 我必须说 在电影里面的 王宇大哥的表现 他当然 他因为他中风了 他用他的生命 在演出了 那这个演出 已经是很难能可贵了 所以他最后得奖 不会就这个 他的表演 到底会比梁家 会比精神 是他的生命跟精神 跟他投入电影圈的 一种 尤其跟金马五十 我刚刚讲 political是符合的 就王宇大哥 从独臂刀到现在 是 这些年轻人懂不懂 知不知道王宇大哥的 伟大的经历 他的那个故事 好精彩 他一大多帅 其实你知道 陈可欣导演 找王宇大哥 来演武侠 就是已经是向 王宇大哥致敬了 当然也上月拍武侠 拍了很辛苦中风 后来才接了失魂 所以我觉得 我们金马奖的 这个名单 坦白讲 这里面像你刚刚讲的 那个 这个陈可欣的 中国合伙人 我们叫海国天空 他也没有大奖 也没有入围 那你看陈可欣 又是把王宇大哥 当时是陈可欣 先把王宇大哥 发掘出来拍武侠 才会有我们台湾的 周末红 再去想到 把王宇大哥 找来演台湾的电影 否则王宇大哥 可能在影圈就消失了 因为他后来去做生意了吗 对 那他应该这样 他就算入围了 应该把郑佩佩啊 娇娇啊 这些人都找来 跟他同台颁奖吗 应该可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这个安排 其实应该会这样 那些人都是我们 当年的偶像啊 对 尤其郑佩佩 是是是 郑佩又是安利的 那个沃湖藏楼的 那个演员 后来他不是还 开始发 开发舞蹈吗 对不对 那个早年 因为50年 你要有传承 有开始有结束 所以今年的金把奖 他50年 他会请到历届的影帝 以后来 可是今年的主持人 不是只有一个 蔡康勇吗 他想把他做的 跟奥斯卡一样 比较专业性 因为蔡康勇懂电影 他也是评审 他以前是 UCLA的这个导演系的 他也是今年的评审 OK 那李安呢 最后呢 在关键时刻 李安的角色是什么呢 就是他来 因为他 我刚讲名单 这个名单的选出来 跟李安是没关系的 是有一群复选评审 那会加进决选评审 就是李安 蔡康勇 这几个其他的一些人 来做决选 选出个得奖名单 所以李安的意见 还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好 李安是一个 有头脑的老实人 带来 所以李安是